买房子确实是个大问题 消息会就发表了 2006年十大申诉案件当中 其中台湾榜第一名 就是买卖房子的纠纷 8600多件 其中1000多件 都是跟房子相关的问题 买房子确实要有学问哦 这一句话就要告诉您 其实买大楼啊 每一个楼层要注意的问题不一样 从刚才的二楼 很可能就是一些管线的转换处 那么紧接着到顶楼看看 顶楼看起来风景好 不过很容易漏水 每一方面三楼四楼安全一点吧 在这里我们实体也拍摄到了一些大楼 台湾是地震带 如果发生地震三十楼是 利凤最多的地方 想要有个温暖的窝 在砸钱买房子的时候 得仔细睁大眼睛 小心每个楼层里暗藏的问题 看看移动12层楼的钢筋水泥大厦 别以为买到顶楼的房子 视线好光现家 小心漏水会让你伤透脑筋 像是这些排水孔一旦堵塞 只要楼顶淹水 排水设施没有做好 楼下的天花板势必遭殃 不只如此 顶楼房子漏水的最大致命伤 还可能出在这些花花草草的植物上 植物的话 根本往往下长 水渗下去的时候 它会利用毛细孔原理 往它裂缝的方向漏过去 顶楼漏水的风险大 那选择中低楼层 还得看看房子避震的结构 是不是特别脆弱 就在三到四楼的楼梯间 大大小小的裂缝不一 有的还几乎要把墙壁一分为二 而这全都是地震惹的货 至于裂缝的形状 人字型或剪刀型 结构就会有问题 另外在大楼外侧的住家 也可能受到摆档效应的影响 地震时更容易受到波及 因此想要住得安心无虑 许多细节就得仔细考虑 毕竟花钱买房子 要住得开心更要安心 还是我们陈思敏 黄庆路台北报道